这是郁金香五哥 球根两块五 这是在一元店买的 今天要说什么事呢 今天要说一下盆栽郁金香 这里是多伦多奈寒五区 一元店的东西可不见得就便宜 它包装小 单价挺贵的 你要是买一大包的话还是核算 我就是为了做实验 所以来一小包 另外一元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质量其实不太和那些大包装的比较起来稍微差一点 再一个我这买了有两个星期了 没种 那么多伦多地区秋天 现在是十月中学 秋天温度 温度低 然后十度高 经常下雨 所以它容易坏 容易烂 要特别小心 准备种在什么盆子里呢 找了一个两加轮的盆子 就是花园土 不是盆栽土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 我觉得 我虽然没试过 没种过在盆子里头 但是如果用盆栽土 盆栽土的吸水能力太强了 容易烂 另外一个呢 你到网上看哈 别人用盆子种一群香都是大盆 大盆子的好处呢 就是耐寒性稍微好一点 因为它土多呀 在网上查了一下 郁金香的耐寒是耐寒三区Zone 3的 而多伦多地区是耐寒五区 通常情况下一个植物 如果盆栽 它要降一个区 它的耐寒程度呀 要提一个区 比如说 这是耐寒三区的植物种到盆里头 它的耐寒性就提高到耐寒四区 这是通常的经验 那么对于多伦多来说 理论上来说 这应该是安全的 这个盆子是夏天种一年生的小花 这个土还可以继续利用 你看看 都是 都是挺好的土 而且盆里头你看没有 这两天下雨 盆里头还是干的 所以别看雨水多 它真的渗到盆底呀 这只是个两加伦的盆子 渗出去的可能性都很浅 顺便说个题外话 很多朋友种树 在秋天种树 不能广靠雨水 你看雨水肯定不行 下再大的雨啊 大部分都流走了 还是得浇水 特别是你种下去以后周围挖个沟 让那个水不要流走 这个两加伦盆子呢 底下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土吧 有一定深度 那么它以后长根呢 根往下走 还是有空间 再观察一下这个球根 还行 挺结实的 而且没有出现发霉啊 任何腐烂的情况 其实有些烂了 比如说刚才看到这个 你看这个赖了巴唧的 有的时候烂了一大块 也可以种 在这里再提醒一下 经常时不常就会有朋友问我 在春天的时候说 哎呀 我秋天买的玉金香忘了种了 现在种来得及吗 所以现在啊 秋天的时候 你买来一定要想着种 这个视频除了考验它的耐寒 作为一个实验以外 第二个目的就是想 试一下我大头朝下 它的根朝上会怎么样 种在盆子里呢 可以检验 来年春天等的发芽 或者开花的时候 我把它倒出来就可以知道了 我把它都大头朝下 因为这个盆子啊 还是考虑耐寒的情况呢 我尽量种在盆子中心 都让它所有的都大头朝下 它可能会花更多的能量来反过来 来修正我的错误 这还有一个gift 它是非常顽强的 那个有朋友去他们家看 他们种了玉金香 不想种了 想清掉 结果怎么也清不掉 找不着它的根在哪 你把地面的叶子砍掉 第二年还会出来 好 这里它也没加任何底肥 也没浇水 还是那句话 浇了水它就容易烂根 这里的潮乎乎的就可以了 它的水主要来自哪啊 冬天的时候会下雪 多伦多的雪水很多 绝对不会缺水 种好以后把它放在墙角 上面再压一个盆子 为什么啊 防止松暑 好了 这个种完了 什么时候知道结果呀 明年5月中旬 也就是8个月以后 很快呀 这个养花圆域的频道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